面对中国的迅猛发展 美欧接连使出歹招 可这有用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后来观点 近期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 欧美对华筑起贸易高强 看似赢了 实则输掉了自身的长远力 我觉得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自2023年 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了491万辆 占据世界第一的宝座之后 欧美就开始讲矛头 对准了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 先是欧盟 针对中国电动汽车 发起了反堵贴调查 接着 美国又准备采用 关税之外的方式 限制对中国智能汽车 和相关零部件的定口 说实话 这两套重拳 要是真的完全砸下来 中国的确会受伤 但欧美国家 恐怕也逃不到什么好处 首先 我们先来看看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 反补贴调查 这一举措的初衷 似乎是为了保护 欧洲本土电动汽车产业 避免中国低成本产品的 大量扭露 对本地市场造成冲击 然而 其背后的真实动机 则更为复杂 在很大程度上 欧盟此举 是在迎合美国的意愿 共同对中国形成打压之势 在欧盟的决策体系中 美国的立场 往往是被视为是 关键的风向标 然而 这样的政策调整 对于那些站在 政治高层的决策者来说 或许影响并不大 因为真正 为这一政策买单的是 广大的消费者 这一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消费者 选择更优质 更便宜产品的权利 最终 消费者不得不 为这种政策调整而买单 从而承担更高的消费商务 这种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做法 无疑是短视的 这样做 积不利于欧洲汽车市场的健康发展 也不符合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再看美国 准备通过关税之外的方式 限制中国智能汽车和相关零物价的电口 这无疑会影响到中国的汽车出口业务 但同时 美国也会失去 获得中国一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机会 美国限制中国产品的电口 实际上也是在限制自己的技术发展 而且 无论是欧盟 还是美国 他们的举措 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 导致全球汽车市场的动荡 目前 我们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已经占据世界第一 如果欧美真的采取限制措施 可能 就会引发 全球汽车市场的供应量问题 便而导致汽车价格的上涨 对全球的经历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 毛宁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全球化的今天 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发展 必须依靠国际贸易和合作 欧美应该看到 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 并不是对他们的威胁 而是给他们提供合作和发展的机会 因为只有通过合作 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推动 全球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任何时候 伤敌一天 自损八百 都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好 今天的话题 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